今天又来到我未来的农场 说起来好笑 这个房子大概盖了总共有四个月时间 这是我来到农场好几次以后 第一次看到有工人在干活 上一期视频我也讲过了 前面一个供应商 那个工程队不讲实话 一直靠片 然后工程质量也有问题 拖的时间也很长 所以我就换了一个工程队 这个工程队一共干了十天左右 这个十天 只有前三天是没下雨 后面都是在下雨 这十天的速度已经是前面的工程队 估计是两个月的速度了 你们看左边就是新盖的那一个平台 右边是以前老的工程队盖的那个平台 我现在决定了就是在它的左边重新盖一个房子 然后右边这个老的平台呢 我把它底下做工人房和杂物间 上面坐上一个有顶的那个阳台 左边是一个居住的房子 然后他们是有这个有楼梯可以走过来 这个是他们准备浇灌这个横梁的钢筋 这个工程队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他们派过来的人就是派的是自己的人过来的 不像前面一个工程队是在当地找的农民盖房子 你看这两天天天下雨 他们的工人就住在这个工地里 你看这里都是他们住的地方 前面一个蓝颜色的还搭了一个临时厕所 就天天在这里干活 目前来说这个进度已经是非常迅速了 因为天天下雨下了一个星期 他们还能搞成这样 我觉得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现在目前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具体结果是怎么样 我也不太清楚 在泰国的工程队就是建筑上 基本上中国人做的基本上都是找当地人 就是中国人只起了一个监督和指挥的作用 和购买采购等等这些作用 真正干活的是没有中国人干活的 因为太贵了 我有个 我听一个上次吃饭听到一个人说 他盖了个几千平方米的厂房也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 我前面命不好 碰到一个吹牛的 说起来还是个江苏老乡 哎呀 真的不好意思说了 真的丢脸 虽然我也没什么损失 但是确实是时间浪费了 现在的情况看来就是说 我把它全部搞好以后 跟我以前的预算是一样的 基本上也没什么大问题 因为前面的平台都可以利用起来 我以后准备在这里 这个方向 开一个电动门 因为这个房子我要 这个土地我要把它全部围起来 搞一个电动门从这里进去 修条路通到这个房子底下 房子底下是空的 架空的 可以停车啊 干什么都可以 目前的想法都是好的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这个梦想 应该是能实现吧 我觉得可能还会碰到一些问题 我也不太清楚 现在看来的话 基本上按照这样计算下去的话 两个多月 基本上是肯定可以叫房的 我们今天过来是办了个房产证 就是因为建筑许可 泰国政府要我本人过来 所以我过来盖章啊 签字啊 乱七八糟的 这一条路过去 大概一公里多一点吧 前面是个高尔夫球场 很大的高尔夫球场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湖 以后都是可以去玩玩 钓钓鱼啊 什么都可以 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 一般不太怎么引人注意的一个地方 我要的就是这个地方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 邻居靠的有点近了 就是其中有一个邻居靠的有点近了 不太满意 但是哪有十全十美的呢 没有办法 只有等到搞好以后再说了 反正近有近一点吧 因为我不太喜欢跟 不认识的人去交流啊 什么再说他们是泰国人 我们根本也没有办法去交流 个人想法不一样 所以没办法 只有等到最后以后再说吧 反正搞好以后住过来再说 但愿这一次顺利吧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觉得 就怕半路出什么幺蛾子 我们这个 作为一个外国人 在泰国做一些事情 确实是比较麻烦 深有体会 但愿后面能搞好吧 也但愿这个雨快一点停 这样也不耽误我的时间 也不耽误建筑公司老板的时间 因为他下雨的话 他也同样要付钱的 大家将心比心吧 祈祷早一点 雨停是最好的 好了 再见